台湾行人地狱的恶民还没有洗刷 但是现在又有民众目击到 在高雄小港区有再送伤患的救护车 要经过十字路口时 来往的汽机车却没有打算离让 让这辆执行的救护车 光是经过这个路口就花了17秒钟 让看到画面的民众大叹 根本是救护车地狱 而对此警方除了呼吁 也将会依法开罚 十字路口红灯亮起 直接对向车道一辆救护车准备经过 但来往用路人似乎没打算离让 来往驾驶自顾自的行驶 好不容易救护车行驶到马路中间 但就在这时又冒出一辆机车硬要执行 最后眼看左右没有来车 救护车驾驶才加速通过 只仔细算一算 光通过一个路口 救护车就花了17秒钟 我觉得不太有道德吧 事发地点就在高雄小港区高松路 当时这辆职勤的救护车 正在送车祸伤患 驾驶明明依规定开启警笛 还鸣笛警示 但来往用路人却没优先礼让 不禁令其他驾驶感叹 台湾不只是行人地狱 还是救护车地狱 呼吁用路人听到救护车声响的时候 应优先等到救护车通过 在行通过 此驾驶行为可储清台币 3600元以上罚款 并吊销驾驶执照 只不过罚钱事小 倘若耽误黄金救援时间 导致伤者不治 为离让救护车的用路人 恐怕一辈子都受良心谴责 这有高雄众报导 当初时达公司的 保护车楼